最後存檔,之前可能先確認一下 折線圖OK,這個比例圖跟資料圖三個 最後的話我是把...這個名稱太長了 我乾脆就是把這個名稱改短一點 這個已經叫資料好了 就是原始資料啦,OK 之後可以把這三個刪掉 之後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說讓它自動產生 所以我這邊demo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資料欄位,其他就是讓它自動跑 第一個就是去下載 下載的話基本上按下這個按鈕 我就從開放資料給我的連結 我去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之前我會先把這邊清空 所以這個地方程式會先寫... 這個我看一下,這邊有中段 我先把它停一下 然後呢,第一個會先把舊資料刪掉 有沒有,叫Sales.clear 然後再利用爬蟲 當然在Excel裡面 你會發現爬蟲有很多種方法 那以這個地方來看 我還蠻推薦用一個物件 叫做Query Table 這Query Table真的還蠻簡單 程式你會慢不多 一、二、三、四行而已 這一行是跟它講你的網址在哪裡 然後跟它講說你是不是CSV4 然後你的編碼方式 如果是UTF8就65001 如果你是Big5的話就950 因為我發現它的連結給的是UTF8 然後refresh就是去抓資料了 資料就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知道那個連結 用Create Table很簡單 就把它抓下來 再來我們就是要把剛剛的三個欄位 年跟路接道 還有... 先年、區、路接道 所以我把它插入欄 然後我另外寫一個SUB 就分別把它什麼 Insert 銀連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公式加上去 然後再加區 有沒有 所以剛剛的動作 反正就全部通通都變成程式了 後面繪圖也是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路接道 一樣把公式 其實都把公式加上去就好了 然後欄寬的調一下 這樣有沒有 OK 然後第一步就OK了 所以這個程式其實就做這些 剛剛我們做的前置作業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再去畫圖 畫圖部分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分別畫了三個圖 不過這個只有畫... 按這個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 先做樞紐分析再畫圖 不過這個其實背後有很多程式 後面我們下一次再來看 一樣 分別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折線圖、比例圖跟直條圖 分別做出來 那就完成 所以下一周 哇 這個... 程式的含量很高喔 所以各位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回去如果可以的話 雲端上面都有剛剛看到的程式嘛 OK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請各位就是記得啦 先把那個... 剛剛做的那個... 這個程式喔 還是先把它存起來 如果有帶隨身碟是最好 不然的話先存... 這邊好像記得 它沒有... 這個...還原 所以喔 要記得你們走之前 如果你有登入Google帳號的話 請你一定要登出喔 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那些安全性的問題 好 那不然今天喔 欸... 這邊有沒有問題 剛剛歸心事件 好啦 不然就先到這裡喔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各位喔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啦 隨時可以互動 OK 那今天先到這裡喔 小椒 小椒 我們到這裡 來吧 馬上 拿去 麻煩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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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